有我的份儿吗 挑剩下的 你自个儿拿 袁总 你这石榴 咋比我这个大这么多 也比我的大一圈 关键它很红 而且还很大 你看我这个又青又紫的 对呀 刚才我还是第一个挑的 我咋没看见那么好的石榴 我哪知道 闲晓 闲晓给我拿回来 我还不乐意送呢 给你 手这么凉 没穿秋裤吧 我已经很多年没穿秋裤了 这么臭美 不是臭美 这是一种精神 一种不向大自然妥协的人生态度 管理人 过来 来了 今天你晚点回去吧 今天你晚点回去吧 把咱站的暖气试试水 明天开始供暖 明天开始供暖 这今天才二号呢 这往年多时是七十八号供暖 这提前办公多月 那可得支付不少钱呢 这部分开支 从我个人账户里面扣除 好的 好 去吧 我们下支备 一Okay 是设的 竟然这么早就不暖了 所有人立刻到更运室欢泳庄 我们今天进行水中格斗训练 小悠 快点 是 汁 携帐 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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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来这里都有了 快练 水中格斗技术 是一项综合性的 实用技术 由于水的浸浮力 阻力 压力 以及水导热性的特点 对水中格斗人 需要有更加全面的 身体素质要求 今天我们就做一些 水中格斗基本功的训练 下面请袁总亲自下水 为我们做示范 全身卫部下水 全部下水 刚刚我讲药灵的声 你在听什么来着 我没听 听话 人家都看见你 来 听我口令 起来 一二三 就不要弯 双腿打实 可用力 好 再坚持一会儿 杨总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 你可以去辅导一下其他人吗 大哥 饭好了没啊 饿死了 这是什么菜 这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花椒嫩醉鸡 是我用沉酿了八年的花雕酒浸泡的 你尝尝 我先冻块不太好吧 还是等你做完了咱俩一块吃吧 随你 太好吃了 我的妈呀 好 嗯 好像 酱香骨 这也是地道东北菜 哈 啊 好吃 你看 这个酸菜哪儿买的 这是我自己腌的 超市的酸菜 没什么味儿 那我们吃 还臭了 好吃 好吃 嗯